这是四段耸人听闻的恐怖故事 一名女高中生被绑架 绑匪是一个患有语言障碍症的男青年 但奇怪的是绑匪并没有伤害女生 而是要女生给她讲恐怖故事 唯有听到惊悚骇人的故事 她才能睡着 为了求生 女高中生只能乖乖听话 第一个恐怖故事叫太阳和月亮 小善和小文姐弟俩上完英文补习班 在一名女老师的带领下坐车回家 车上老师和学生们唱起了童谣 童谣的歌名就叫太阳和月亮 歌词类似小兔子乖乖儿歌 姐姐小善给母亲发短信 却被告知对方手机已关机 车窗外飘落着火焰的残屑 姐姐的表情有些诱伤 到家后小文非常谨慎地暗动开门密码 生怕被老师看见 进入电梯后老师一直死死盯着姐弟俩 光线渐渐变暗 老师目不转睛的样子 似乎也显得有些诡异 按住电梯按钮的红色指甲 更是有些恐怖 索性电梯上去了 老师离开了 回家后母亲还没下班 姐弟俩玩起了扮演母亲的游戏 深夜母亲打了电话 说一会儿就到家 叮嘱两个孩子不要给快递输出开门 微会儿快递到了 按照母亲的吩咐 姐姐谎称父亲在洗澡 让快递员将快递放在门口 从猫眼里看到快递员离开后 姐姐才将放在门口的快递 拿回了家 母亲又来电话了 问大门有没有关好 姐姐去检查 发现大门果然没关严实 门缝里传进凉嗖嗖的阴风 屋子里的灯忽然灭了 很快灯又亮了 姐姐伸手去拉门 门缝里却忽然紧进了一个满脸 崩着线纹的恐怖男人 是刚才的快递员 快递员疯了似的要挤进屋里 姐姐下意识拔腿就跑 随后紧急拉上弟弟 躲进了一间房里 恐怖的快递员 还在身后穷追不舍 姐弟俩本以为安全了 齐良一转身 快递员就站在身后的阳台上 枝愣愣地盯着他们 姐姐见状捂住了弟弟的嘴 在快递员抄起了斧子的同一时间 姐姐迅速拉起弟弟 转身跑了出去 与此同时 快递员砸碎了落地窗 一路尾随姐弟俩 姐姐拼了命地带弟弟逃跑 齐良快递员却堵死了出口 姐弟俩摔倒在地 满脸是血的快递员 举着刀子朝着姐姐刺了下去 伴随着一声刺耳的尖叫声 姐姐从睡梦中醒来 弟弟好端端地睡在一边 原来只是一场梦 姐姐起身 发现大门是开着的 和梦里相似的阴森感渐渐吸来 姐姐转过视线 一边的落地窗边上 竟是一只脚 是的 刚刚的一切并不是梦 那个恐怖的快递员还在家里 姐姐洋装没看见 她步步后退 来到客厅叫醒弟弟 言语间装作父母都在家的样子 试图吓走快递员 然后带着弟弟 躲进了卧室的衣橱里 藏好后 姐姐试图给母亲打电话 可手机却没有信号 这时 传来卧室门把手 强行领动的声音 快递员撬开了门 然后一件件衣橱找人 躲在衣橱里的姐弟俩 死死地屏住呼吸 衣橱外的快递员 似乎也没了动静 姐姐撞着胆朝着衣橱的缝隙向外看去 竟看见一只可怕的鬼眼 姐姐被吓破了胆 弟弟擒着泪 示意姐姐看身后 姐姐瑟瑟发抖 她打开手机 用微弱的光线照射身后 只见她的肩上竟落满长发 在看时 身后竟是一个长发女鬼 姐弟俩被吓坏 匆忙破门而出 逃到了楼下 可出去小区的大门竟打不开 而这时 可怕的快递员也正在下楼 从楼梯上传来的脚步声越来越大 危险越来越近 前进一发之际 姐姐拉起弟弟 冲进了侧门的一间房里 终于将快递员挡在了外面 本以为安全了 可其实真正的危险 这才到来 这间陌生的房间诡异至极 空气中飘落着火焰的残屑 对面的墙壁上 还靠着一只像是被烧死的女鬼 姐弟俩惊恐极了 女鬼离她们越来越近 姐姐闭上眼睛 试图安慰自己 这都是梦 可等在睁眼时 女鬼已经近在眼前 还直勾勾地盯着姐弟俩看 伴随着一声凄惨的尖叫 镜头回到了姐弟俩的家 事实上 一切既不是梦 也不是现实 只是姐弟俩恐惧心里的放大 衣橱外散落着长发雕塑假人 是被姐弟俩误以为的长发女鬼 落地窗下一只男人的鞋子 是被姐姐误以为的快递员 大门走廊上 一直滚动的皮球 是楼梯不断发出声音的原因 只是这个可怕的故事 还没有结束 某家建筑公司的新建道路施工 出了问题 为了公司的发展 公司高层不惜甩锅给工人 将多名工人非法解雇 失业的工人在公司楼顶示威 而其中的一个工人 就是小善和小文姐弟俩的母亲 为了要回工作 以及自证清白 母亲不惜自X 事后 两姐弟的舅舅 想为姐姐讨回公道 却遭到了公司联合警方的打压 为了报复 舅舅乔装成快递员 来到公司代表的家里 当时只有代表年幼的儿子 独自在家 舅舅潜入室内 打算烧死男孩 男孩哭着求舅舅放过他 舅舅陷入犹豫 拿着打伙计的手 不住地颤抖 而此时 男孩的身后 出现了一只女鬼 女鬼缓缓抬起头 眼中竟落下一行血泪 她便是姐弟俩母亲 第一个故事 至此结束 女高中生说完故事 绑匪已经昏昏欲睡 女孩打算趁机逃跑 绑匪却忽然醒来 女孩假意请求绑匪 帮自己松绑 说自己一定不会逃跑的 其聊绑匪却拿了一枚盒子 里面竟全是人类的牙齿 女孩知道 自己不是第一个被绑的 为了让绑匪睡着 女孩说起了第二个恐怖故事 第二个故事 叫恐怖飞机 这架飞机可不寻常 它即将搭载 一个凶残的杀人犯 据说 这位杀人犯曾绑架 并杀害了十多个年轻女子 历经波折 警方终于将其逮捕 为了确保将犯人 押送至首尔受审 警方临时安排了一次航班 据说这名犯人 之前已经逃脱了好几次 机组人员都有些担心 尤其是空姐小静 为此 机组人员商量了一组暗号 每次敲两下 连续敲两次 就代表有危险 回会儿 警方带着犯人上了飞机 经过时 犯人和空姐小静 打了个照面 飞机起飞 机长和副机长聊天说道 之前被这名犯人 所杀害的最后一名女子 就是这班飞机的乘务员之一 似乎是什么不祥的预兆 果然 杀人犯有所行动了 她利用落在地上的笔 刺死了身后的警官 随后解开了手铐 此时的她满脸是血 像个恶魔 然后 杀人犯走进其中一个空姐 等空姐察觉过来 已经晚了 杀人犯将其狠心杀害 很快 小静发现了地上的血迹 而杀人犯正在不远处盯着她 为了逃跑 杀人犯威胁小静 敲开驾驶舱 小静按照之前商量好的暗号敲门 机长和副机长立刻察觉到不对劲 副机长试图从猫眼向外看 却被杀人犯用一根霸簪 从猫眼中刺下了眼睛 副机长倒地 杀人犯试图撞门 机长不知该如何是好 关键时刻 小静捡起地上掉落的笔 插进了犯人的脚踝 犯人并没有去追小静 而是拔掉笔继续撞门 终于 驾驶舱的门被撞开了 机长被杀死 现在就剩下小静一个人了 小静看见另一名空姐 惨遭杀害的模样 惊恐之下 她唯有躲藏起来 此时 杀人犯已经掉头来找小静了 眼前被杀害的空姐 忽然睁开眼睛 杀人犯认出来了 那是被自己杀害的最后一个女人 杀人犯心下惊惧 可她还没发现 这个血迹奔奔的女鬼 已经到她身后了 躲在一边的小静 试图打电话 通知驾驶室 电话却无人接听 透过猫眼 小静看到杀人犯 正背着被杀害的空姐往前走 为了找人帮忙 小静只能转着胆 爬到了座椅下 杀人犯忽然停了下来 小静死死地捂住口鼻 杀人犯走过去了 小静这才爬出座椅 可此时 杀人犯已经在身后 盯着小静了 小静试图逃跑 杀人犯却抓住她一阵猛掐 就在小静快要窒息时 飞机忽然一阵晃动 机舱内的灯忽明忽暗 满身是血的女鬼 就在阴影中看着杀人犯 小静趁机猛控杀人犯的伤口 在杀人犯疼得嗷嗷叫时 趁机逃脱 小静想取警官身上的枪 可枪早已被杀人犯提前拿走了 小静赶到驾驶舱 却发现机组人员全部被杀 此时的小静陷入了孤立无远的境地 而杀人犯正朝着她走来 小静以狠心走出驾驶舱 切断飞机电源 在一片昏暗中 推着推车直直地冲向杀人犯 杀人犯被推车撞倒 等她在黑暗中爬起来时 眼前再次出现那个血盆大口的女鬼 伴随着女鬼凄厉的尖叫 氧气面罩落下 女鬼随之消失 身后 小静已经捡起枪 对准了杀人犯 这一次 她没有丝毫有欲 朝着杀人犯射出致命一枪 杀人犯倒地 小静来到驾驶舱 被刺穿一只眼睛的副机长 还侥幸活着 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副机长打开喇叭 通知乘客 飞机将在五分钟内降落 可话音还没落 一颗子弹就射穿了她的脑袋 是的 杀人犯还没死 驾驶舱里 玄机传出小静绝望的尖叫 第二个故事 结束了 绑匪听得意有未尽 女高中生趁机说自己饿了 绑匪起身去割肉 那竟是人的肝脏 女孩在惊恐之下 环视四周 那里有两只穿着一模一样的 芭比娃娃 和一些割肉的刀具 利用这些现成的物品 女孩又编出了一个恐怖故事 第三个故事 焦绿豆 红豆 漆黑的走道里 一个穿着婚纱的美艳新娘 正在逃命 她推开一扇门 随即惨叫起来 下一秒 新娘满身是血 被一个神秘人拖行 眼前是看不见镜头的黑暗 镜头一转 一个女孩正在做整容手术 医生觉得她已经很漂亮了 不须再动刀子 可女孩却坚决要整形 而且还拿出了一本杂志 要整成杂志封面女郎的样子 杂志封面上的 是和她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 姐姐即将嫁给一个高富帅 敏社长 成为她的第六人妻子 因为是第六人 所以省去了婚礼的环节 双方吃个饭 就当定下了这门亲事 今天 敏社长上门了 席间 姐姐的继母 也就是妹妹的生母 一直产妹一般地 挑起话茬 继母夸赞道 敏社长看上去非常年轻 和实际年龄 一点都不像 原来 这位社长已经六十岁了 可看上去也就三十左右 很快 妹妹下楼了 还故意穿得和姐姐一样 妹妹刚做完整容手术 姐妹俩看上去 长得愈发相像 比起姐姐 妹妹显得更大胆 她各种聊拨敏社长 还提到了敏社长的私人手术室 外界都传言 敏社长之所以这么年轻 是因为有私人医生护理皮肤 对此敏社长的回复是 她只注重饮食 此刻 姐妹俩还没明白 这个男人言语背后的可怕深意 板桌上 妹妹偷偷挑逗敏社长 而安纳不住的敏社长 也悄悄抚摸身边的姐姐 散戏后 敏社长贪婪地闻着姐姐身上 特有的味道 说是清甜的石榴味 还说好想吃了它 单纯的姐姐以为 敏社长只是想要自己的身子 两人一阵缠绵 忽然 墙上的一个小孔里 冒出一只眼睛 姐姐停下了动作 是妹妹在外面偷窥她 妹妹还想继续 小孔里忽然钻出一只长钉 差一点 就要刺穿她的眼睛 是来自姐姐的威胁 可显然 妹妹并不打算就此罢休 母亲来了 询问女儿进展 妹妹一脸得意地说一切顺利 原来 妹妹正计划着 取代姐姐 嫁入豪门 影边 敏社长的女管家 端给她一盘肉 还说家里的存货快没了 敏社长冷笑着说道 新鲜的肉就快到了 一日 管家带着婚纱来见姐姐 极度的妹妹正躲在一边偷看 深夜 姐姐睡下后 挂在一边的婚纱 忽然渗出血迹 鲜红的血 很快便流淌成了一道血核 姐姐的双腿就静在鞋里 伴随着一声尖叫 姐姐惊醒 是梦 梦醒后 姐姐听见隔壁传来妹妹 和寂寞聊天的声音 此刻 妹妹正在试穿 原本属于姐姐的婚纱 已经光明正大的 想要取而代之了 姐姐冲进房门 让妹妹脱下自己的婚纱 可这对母女 却冷笑着说 姐姐根本去不了婚礼 因为她没有脚 姐姐低头一看 自己的双脚竟然折断 姐姐尖叫起来 随后再次醒来 还是梦 梦醒后 姐姐发现 挂在房里的婚纱没了 门窗也被钉死了 没一会儿 姐姐陷入晕厥 而此刻 妹妹正代替她穿着婚纱 来到了闽社长家 闽社长似乎并不介意 只是觉得妹妹身上 没有味道 静母趁机表示 她女儿是熟透的西瓜 外壳没有味道 但只要一件刀子 就会露出鲜红的果肉 明社长被这番说辞吸引了 还很想吃这只熟透的西瓜 继母知道 她们成功了 同一时间 姐姐忽然从小木屋醒来 明社长的管家 正在外面宰杀戮 原来是管家发现了 煤气中毒的姐姐 并将她带到这里的 管家拿出一枚戒指 那是明社长 原本要送给姐姐的 前几日 管家离开时快要下雨 善良的姐姐 递给了一把伞给管家 获了报答一伞之恩 管家特意提醒姐姐 她妹妹已经成为会长夫人了 让她别再执着了 可姐姐并没有体会 管家话里的意思 还是捡起了那枚戒指 她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妹妹取代自己 姐姐戴上戒指 来等明社长家 顺便披上了 妹妹取下的头纱 她要找到妹妹 可姐姐还不知道 危险近在眼前 此刻 妹妹走进了一间手术室 里面全是各类大型道具和电锯 妹妹好奇这些 都是用来干什么的 明社长悄悄走进她 装作缠绵 然后对妹妹下了一阵 妹妹随机晕厥 等妹妹醒来后 已经全身赤裸地 被绑在了手术台上 明社长掏出手术刀 割开了妹妹的皮肤 咸红的血液喷溅出来 果然是像西瓜一样 咸红的果肉 另一边 姐姐发现了一道暗门 循着走廊 来到了手术室 此时 明社长正在捡妹妹身上的肉 旋在天花板的闸刀 不停滴落血迹 妹妹僵死的头颅忽然侧了过来 看到这一幕的姐姐 顿时跌坐在地 明社长谨慎地寻着声音 跟了上去 姐姐急忙躲进了一间房里 明社长正要搜寻 却被管家及时叫走 姐姐侥幸逃过一难 这时 姐姐才得以看清整个屋子 屋子里全是沾写的婚纱 看来明社长的前五人妻子 也都被她杀害了 姐姐走向其中一间婚纱 那原本是属于自己的 熟料 婚纱竟像女鬼附身一样 浑身颤抖起来 像是在害怕什么 姐姐惨叫一声 醒来后 却是在妹妹的房间里 面前的是继母 继母一阵嘲讽 如今她女儿 已经成了会长夫人 可不知为何 姐姐忽然像变了一个人 开始穿起妹妹喜欢的衣服 梳妆打扮 也和妹妹一模一样 因为此刻的姐姐 已经被妹妹的鬼魂附身 继母打开一个罐子 那是明社长送来的食物 里面是几片鲜红的肉 继母一边吃 一边感叹 肉质鲜嫩 姐姐忍不住说出真相 那是她女儿的肉 惊恐之下 继母竟看见 那顿嫩滑的肉里 有一只跳动的眼球 抬头一看 她那满身是血的女儿 竟出现在眼前 还疯狂地扣自己的眼珠 继母凄惨地尖叫起来 而此刻 明社长的管家 正为她端上了新鲜的肉 只要吃这些肥美的肉 社长就能拥抱青春 第三个故事 至此结束 此刻 绑匪睡着了 身前摆着一盘肝 女孩打算趁机逃走 可绑匪却忽然醒来 女孩瞥见绑匪胳膊上的 一块伤疤 像是被咬过的样子 过了逃生 女孩再次献鞭献脉 讲述了第四个恐怖故事 第四个故事 叫骑救车 某城市致命病毒四散 虎数人被感染 一旦被感染 这些人就会变成可怕的丧尸 咬一口就会传染 漆黑的深夜 一辆救护车在市中心传行 一位母亲推着受伤的女儿 紧急上了救护车 医生和护士为女孩做了紧急处理 女孩的脉搏终于回复 护士忽然发现 女孩的手臂像是被咬过 母亲急忙解释 说是途中意外受了伤 不是被咬的 医生担心感染 对女孩做了检查 检查结果有可疑 但大体上来讲 女孩应该是正常的 可母亲的脸上 仍然坠坠不安 似乎藏着什么秘密 趁医生护士不注意 母亲试图偷箱子里的疫苗 却被医生发现 医生起疑了 如果女孩没被咬 母亲为什么要偷疫苗 而且关键是 箱子里已经没疫苗了 到了这时 母亲才说了真话 事故中她晕了过去 并不清楚女儿有没有被咬 医生当即做出选择 要将女孩扔到车外 这个风险打担不起 护士和医生起了争执 万一女孩没被咬呢 毕竟是条生命 两人争执不下 最后做出决定 打电话询问医院 还有没有疫苗 医生联系了医院 然后谎称医院的疫苗已经用光了 下一秒就要将女孩扔出去 护士不相信 母亲更是拿刀子威胁医生 其了医生是军医 直接掏出了枪对准二人 随后将女孩良人带担架 扔出救护车 忽然女孩唾血发作 医生更是认定了 女孩一定被咬过 护士还不相信 医生为了自保 妄图杀害车内之人 护士趁机抢过枪 打算扳击 这时 一阵稀疏声传来 是被感染的丧尸来了 丧尸集群奔来 护士和母亲 急忙将女孩带到车上 医生也躲进了车里 本以为安全了 数料丧尸穷追不舍 靠在门边的医生 被一群丧尸啃咬 见状 母亲狂咋医生 医生最终被丧尸拽下车 遭到疯狂啃事 平静过后 护士问母亲 为什么要咋医生 母亲的回答是 她看见医生被咬了 所以不能再让她待在车上 母亲的话 让护士起疑了 难道是因为女孩被咬了 母亲才故意要将 怀疑她的医生 推到丧尸嘴里吗 护士陷入惊恐 车内灯光暗了下来 气氛诡异至极 单架上的女孩 忽然变成丧尸 撕咬上了护士 护士被啃视 车内一片血光 可以广神 护士才发现是幻觉 如今 护士对女孩也起了疑 趁着母亲不注意之际 护士对女孩做了检查 检查结果竟显示异常 这一刻 护士内心的信任 彻底崩塌 她想捡起地上的枪 却被母亲发现 还不止 前面来了一对丧尸 这连司机也感染了 在护士和母亲争执之际 丧尸越来越多 司机发了疯的 朝着丧尸一遍遍碾牙 车窗血肉模糊 司机陷入疯癫 护士和母亲争执时 一颗子弹 灌穿了司机的脑袋 不久 护士不敌 争斗间陷入晕厥 母亲再次一个枪子 崩死了司机 不远出丧尸的声音 此起彼不 护士忽然醒来 她解开担架 将女孩推出车外 此时 女孩的脉搏器 忽然有了反应 护士拼命安慰自己 女孩不可能是人 就在女孩即将被推出之际 母亲死死地 拽住了担架的皮带 将女孩抽了回来 然后给了护士一枪 护士中枪 被推到车外 下一秒 人仰车班 母亲却死死抱着女儿 天亮了 女孩醒了 恢复了正常 原来女孩真的没有被咬 可母亲手臂上 被咬的伤口 却越发清晰 女孩惊魂未定 母亲却已经张开血本大口 朝着女儿咬了下去 第四个故事 到此结束 女孩说完故事 绑匪也睡着了 女孩趁机 割断绑腹 打算逃走 可以转身 绑匪忽然消失了 再看时 绑匪已经拿着一把刀 架在了她的脖子上 睡不着吗 这次 闻到绑匪 还讲恐怖故事了 伴随着女孩的尖叫 荒废手起刀落 故事终了 与其说四个故事 是在讲灵异之事 不如说是在讲人心之恶 第一个故事中 比起恐怖的快递员 和灵异的女鬼 现实之恶 才真正让人触目惊心 有人占着金钱和权势 随意践踏 穷人的自尊和生命 穷人的生活 被恐惧消磨殆尽 可故事的结局 似乎是一种预兆 这种践踏 迟早有一日 会反噬到 他们自己身上 第二个故事中 杀人犯作恶多端 看似无所畏惧 却不曾想过 所有的恶和恐惧 有朝一日 都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第三个故事中 嫉妒 憎悟 让妹妹 沦为了恶魔的盘中餐 争抢 不甘 让原本善良的姐姐 被恶魔吞噬 如果说恐惧 是最好的开胃菜 那么人性 就是最好的佐料 第四个故事中 医生的怀疑 见证了人性的恶 或是从一开始的信任 到最后的动摇 亦是人性摇摆的 最好体现 甚至就连伟大的母亲 最后也没能抵过 恶魔的侵袭 自私的基因 信任的崩坏 足可以击垮人性 最后的一次善恋 最可怕的 不是鬼神 还是人心 最恐怖的 不是炸刀和鲜血 还是赤果果的 人性 是人性摇摆的